七月又初一了 到这个时候就是 很多人会人心惶惶 哇七月到了 鬼月到了 其实到底什么是 农历七月 到底什么是中元节 很多时候这个习俗的背后的意义 就是在于一种 习俗的背后的意义 敬畏一种 怜悯之心 在这个世界上有六道 在其中有几个道是非常的可怜的 就所谓的 二鬼道地狱道 一年才有一次机会 在这个月份里面来到人间 享受一些 自由享受一些祭拜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七月 农历七月做的这些祭拜 这些普渡活动 都是为了来怜悯这些孤魂 但是慢慢的演变 尤其是现代的 到近期的这些年轻的华人 已经开始不大了解 这个普渡的意义了 很多时候他们做普渡法会 做些些祭拜 就是带着一种有求的心态 所谓的普渡活动 就是一种奉献一种诗 而不是一种有回报的东西 所以不要有那种求的心态 反而是那种不诗 那种诗于怜悯之心的那种心态 来对待他们 所以这才是真正的普渡的一种意义 今天我在我的 我的店门口 龙哥门口 我就主办了今天的普渡仪式 因为那些无形众生啊 那些地狱众生啊 那些顾问众生啊 他们是没办法吃到十字东西的 所以很多时候 需要用一种烟 用烟 因为这些烟不是用普通的材料做的 是一种特别材料的制作 里面有食物的精华在里面 所以当你焚化它的时候 产生了一种能量出来 来供养他们 他们在念咒 这些咒语都可以帮助他们 得到超脱得到解脱的 他们在用咒语超度众生 他们在用烟供来慰激众生 在我面前呢 这桌就是神尊桌 OK 就是我们做了一些供养 来请神尊 来帮助我们 一起有形跟无形 一起合作 来帮助这些有形众生 得到超度 所以我们有通常我们神尊桌 我们会准备了三生 所谓的鸡鸭肉 韭菜 金银财宝 当然 还有一些他们特殊喜欢的一些物品 作为一些供养 在做一个超度的时候 除了我们人力之外 其实很多时候 我们也需要无形界的帮助 因为人始终是人 你没有办法去超度那些无形 所以我们需要一些神尊的力量 所以希望通过这些供养 表达我们的敬畏之心 然后跟神尊一起合力 有形无形一起合力 让有形众生得到解脱 能够离苦得乐 之前有没有看到一些影片 看到他们在念奏 然后刚才又在做了一些加持的仪式 然后把电话给焚化掉 他们在做什么呢 就是所谓的一种莲花度化仪式 之前我们做了供养 做了焉供 做了咒语的供养 来给那些无形得到慰藉 然后再供养神尊 请神尊跟我们有形配合一起度化他们 然后他们就被被招请进去 这个受过加持的莲花 这个莲花不是普通的莲花 它是用往生子折成的莲花 也经过了特别的加持 然后再把那些无形 请去这些莲花里面 再通过这个焚化的仪式 通过咒语的加持 把这些莲花 带到菩萨那边去 带到净土 好让这些有形众生得到解脱 让他们离苦得乐 所以各位朋友们 7月做普度是一个很慈悲的一个活动 但是我希望说 这个菩萨心肠这个慈悲的态度 不仅仅只是在7月 希望这种态度 你们也能用在平时平日生活里面 能够用这种慈悲的心态 来对待众生 对待身边的人 这种就是一种非常善的一种能量 这种善的能量 就会必定让你得到加持 得到好运 谢谢大家 所以各位朋友们 如果你们有这颗怜悯之心的话 想对这些有形众生做一些危机 做一些布施的话 其实我们每个月都有举办这种普度活动 有兴趣的话 可以联系我 有钱出钱 有力出力 我们可以一起来搞这个活动 我们来对这些无形的众生 施予一些怜悯 施予一些故事 好谢谢大家 我给你帮忙 我给你帮助 我给你帮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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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她也不需要